好,同学们,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力气指导题目 如图,在途中的空格内,填入合适的数字是乘法数式成立吧 来观察一下,现在是一个三位数乘一个两位数 然后一个四位数加上一个三位数吧 当然了,这个三位数的最低位是在十位 最后等于一个五位数 有三个线索,三个八吧 对不对 好,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个乘法数式填空格了吧 那么这道题,同学们暂停试饼,自己去动笔算一算 好,同学们,你们填到哪些步骤了呢 好,现在老师来问问题 这个位置填几? 一 填一 那理由和刚才上一题是不是完全一样 对 因为万位没有,所以只能依靠千位的敬畏吧 而两个数相加千位最多敬一 这段话你会说了没有 再来一遍 因为万位没有,所以只能依赖于千位的敬畏 对不对 而两个数相加最多敬几? 一 敬一吧 对 好,你暂停视频,自己来说一遍 好,说完了没有呢 好,继续 两个数相加等于敬一写八吧 那同样,这两个数不能太小 容易想到的是九加九 但是九加九对不对 同样进行验证 三位数,三位数乘一位数能不能是九千多吧 三位数最大是九八,九十九 一位数最大是九 来,乘一乘 九九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加八等于八十九 同样八十九吧 所以你发现三位数最大乘一位数最大 最多只有八千多吧 对啊 所以这个地方能不能填九 不能 不能填九 那只能填八 只能填八 对不对 改一下 八九一八 对啊 跟得上吧 好,继续 这个地方填几 填八 填八,为什么 因为下面是八吧 对不对 这个框加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没有就代表的是零 框加零等于八 八,那就很简单 这个位置只能填八吧 同样 再来看 三位数乘一位数等于八千多吧 对 注意八千多也不小了 因为刚才咱们讲 最大的成绩才只有八千多吧 对 那所以说明 这个三位数不能太小 同样 这个一位数也不能太小吧 我来问一下 这个一位数能不能填八 你可以试一下 对不对 如果一位数是八 三位数最大是九九九吧 对不对 乘一乘八九七十 二八九七十二加七是七十九 八九七十二加七七十九吧 所以如果这个一位数是八的话 即使三位数最大也满足不了八千多了吧 对 所以这个位置一定填九 只有 只有 又搞定了 又采取估算的方法吧 对不对 对 好那继续 谁乘九 各位是八 二 二乘九吧 对不对 二乘九 各位是八 写八 进一半 是不是 对 好再来看 好像他乘九 等于八千多 好像目前能推理的就到这方结束了吧 对 好 不要着急 再来看第二个乘法 是框框框框框框框二 对不对 乘这个框 等于九百多吧 对 而我们讲 这个三位数又不能太小 所以自然而然想到的 这个三位数本身就是多少 九百 九百多 对不对 九框二乘一个数等于九框二 那这个数是多少 一 一吧 又出来一些东西 对不对 对 我们解数字迷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原来只有三个线索吧 现在通过我们的反复推理 推理出来这么多了 对不对 对 其实只要再把这个框填出来 就搞定了吧 同样还是一样的推理过程嘛 这个数不能太小 对不对 对 你可以试一下 填八行吗 我们来试一下吧 好吧 填八行不行 如果这个位置填八 那九八二乘一 这边还是 九八 八 对不对 再把其他位置完善一下 九百八十二乘九 首先二九一十八 写八进一一八 对 八九七十二 加一是七十三 对不对 然后九九八十一 再加刚才进的七是 八十八 八十八 对不对 后来看行不行 八掉下来没问题吧 对 三加二等于五 也没问题 但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八加八 八加八能写八吗 不能 不能写八 所以说明刚才假设这个位置是八对吗 不对 不对 所以立刻怎么样 赶紧换吧 八都不够 所以只能是什么 九 九 对不对 也就是说当你还插最后一步的时候 或者最后两步的时候 你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突破口了 那你别绞尽脑子的去想吧 你就去试一试 对不对 先是八 八都不够 那只能是九了吧 听办没有 对 好了 那我们来看这道题的完整答案 那最后呢 是由九九二乘十九吧 那最后答案等于一万八千八百 四十八 听办没有 那么刚才在讲加减法术士迷的时候 我们讲了一个四步走吧 对 还记得那个四步走吧 第一步是审庭 然后确定你可以确定的吧 然后猜测你不能确定的 然后再进行 检验 检验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老师帮大家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四步走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先乍看 乍看就意味着你先确定 非常常见能确定的 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一 对不对 这个位置是八 对不对 再来再仔细瞧 瞧出什么 这个两个位置吧 对不对 再进行估算 这个位置不能确定是八还是九 通过估算可以确定吧 也就是说今天你掌握了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估算 对不对 然后当你估算完了之后 还有几个位置不能确定 那就怎么样 脸懵呆臭吧 对 对不对 你先找一个你觉得有可能的 对不对 如果恰好正确 那恭喜你 对不对 如果没有正确 也不要着急 调整一下就对了吧 听到没有 好了 我们的陈法 术士舔功课 就讲到这里 我们稍微 休息一会 对吧 对不对 感谢观看